原子的散射 一个原子对电子的散射 对电子散射 那我们谈到一个就是 所谓的弹性散射 我的入射电子几乎不损失任何能量的 几乎不损失任何能量 那也就是它不跟 它不跟这些内层电子 产生非弹性作用 那它跟两部分 一个是原子核部分 带正电荷 一个是跟电子语音部分作用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 X光子跟这一部分作用 所以X光跟物质的作用怎么样 基本上是 大概是跟电子作用的 比较弱 弱大概1000倍到10000倍左右 所以X光的穿透深度很深的 那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以后会谈到这一点 那我们说 OK 这是一个透镜 那这个我们的物镜在这里头 这个是我们的物 那我们在我的聚焦平面看到什么 我在我的影像平面看到什么 那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就是看到这个 所以它这个卫能 基本上是跟一个介质差不多 那这是真空 那我的波进入这个介质 这个卫能所用的介质 基本上它偏折了 那它基本上是在真空的波长 然后它改变波长 不仅改变波长 它转弯了 它转弯了 那这是我的入射向量K0 这是我的绕射的向量K0 那它们夾的角度就是2θ 那它们的差异呢 它们的向量差呢 就K'就是我的绕射光的方向 简单我的入射光方向呢 我叫做H H其实是一个倒空间的向量 倒空间的向量 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公式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Black Condition 就是Black绕射Condition 其实跟什么 2d sinc等于浪达 大家熟悉的 晶体绕射 2d sinc等于浪达 其实是一样 待会我们就会看到 待会就会看到 OK 所以这是我们有定义 我们的折射率 那折射率呢 基本上就是我在真空的波长 就是我在真空的波长 那10是我们的加速电压 那进入这个原子位能之后呢 进入这个原子位能之后呢 我们的电子也受原子位能的加速 那这个通常是大概是 一两百keV 十万伏特到二十万伏特之间 那这个呢大概是十个伏特 十个伏特 你把它带进去呢 基本上我可以得到我的折射率 大概是比一大一点点的数字 比一大一点点的数字 大概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个连续的 它除了 它除了这样子 它这个来改变波长 然后受到原子位能的加速 我的波长就变短 然后得到能量变短 然后出来 那连续被加速跟减速的电子 带电的粒子 其实还会伴随什么 连续的X光出来 这是产生X光的一个基本的物理 连续的波长 这叫Bremstrander 那在我们谈什么呢 在我们讨论 我们的X光能谱的时候 谈Edex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Bremstrander Bremstrander是德文 它叫做连续加速的电子 连续被加速的 连续减速的 连续减速的 这个Bremst Bremst是什么呢 就是煞车 其实就是英文的Black B-R-A-K-E 就是煞车 Strander就是连续的 连续的减速 所以它会辐射出X光出来 好 那我们就是这里 这是我的原子 那这是我们的原子 那这是我的入射波 这个是红色代表波峰 白色波谷 波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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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进来之后呢 我看到原子位呢 我会被这样子偏折 那偏折呢 这是我的入射方向 这是我的绕射方向 那这个 它们的差异呢 这个呢 这个叫做H轴 H轴 H呢 所以这个H是什么 这个叫倒空间 这个倒空间 所以我的H是什么 是倒空间向量 那以后我们就会学到这个H呢 其实是 如果说我是一个晶体 我是一个有周期性的 三维的原子排列呢 这个H呢 其实是会变什么 垂直我这个晶体平面的法相量 以后我们会看到 有我们看到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 K' 叫K' 等于H呢 是很有名的所谓的Black condition 那Black's law 很有名的Black's law 绕色的Black's law 二D三一四等于让党 那Black's呢 也是因为这个公式得诺贝尔奖 Black's是因为这个公式得诺贝尔奖 所以我在这边记录呢 基本上我会得到绕色强度 绕色强度 那我们说过呢 绕色强度呢 因为我的电子呢 我的电子是跟我的原子的位能互相作用 原子的位能 原子位能包含两部分 原子核部分 电子云部分 所以 我在倒空间 我在负利液空间看到的是 这个位能的负利液转换 位能负利液转换 所以我在看到的这边的强度 要是我一个底片 在这边记录的话 我会看到这个位能 分布的负利液转换 那因为我们的位能是什么 我们位能是一个高斯函数 其实原子的位能就像一个高斯函数 中间很强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慢慢慢慢 decay 那高斯函数要是你们去 去找数学的书 工程数学的书 或物理数学的书 高斯函数的负利液转换 还是高斯函数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分布 所以你在这边拍一个照片 基本上你会得到高斯函数 知道吗 2D的高斯函数 好不好 这个地方叫绕色强度 绕色强度 那我把位能呢 我把位能 这个位能呢 这个位能做负列转换 那这个位能呢 这个VAT 这个VAT 我把它做负列转换 这个代表负列转换 那我前面乘一个常数 就是2π Me M是电子的质量 电荷 然后这个是普朗克常数 我乘上这个常数之后呢 这个 这个常数呢 跟这个结合 跟这个V结合 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 叫广义的位能 这是一个位能 这是一个generalized的位能 就是 它跟这个原子的位能 是一样的 只不过多了一个常数而已 那乘出来的时候 我在这边看到 这整个的分布呢 这个红色的呢 这个位能的负列转换呢 的强度呢 我们称为什么 我们称为叫做FEL FEL叫做 Atomic Scattering Factor Atomic Scattering Factor 叫做原子散射因子 原子散射因子叫FEL EL是对什么 对电子来讲 我入射是电子 入射是电子 这Atomic Scattering Factor 那Atomic Scattering Factor for X-ray呢 for X-ray它只有 这一部分的负列转换 对原子来讲 对电子来讲 它是这个全部的负列转换 对X光呢 它只有这一部分的负列转换 知道吗 因为X光只跟什么 只跟电子云作用 OK 所以我们看到X光的绕色强度 像比如说 你们都有做那个X光 光谱有没有绕色 那个就是Depicometer 你绕色峰 绕色峰的高度 跟什么东西有关 跟你原子种类有关 跟这一项有关 你看到的是这一项的负列转换 知道吗 原子越强 原子的原子序越重 基本上你的绕色强度会什么 会越高的 会越高的 就是这一项会越高 待会我们会看到 你在这边这个影像平面 影像平面是什么 又是这个的负列转换 所以我把位能负列转换之后 再做负列转换 就是我在影像平面看到的是 位能的负列转换之后 在做负列转换 基本上我得到的是一个 对原点对称的就是 我V-R OK 那这个是 那是因为 高斯函数是对原点对称的 高斯函数是对原点对称的 所以我V-R跟VR 事实上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如果各位同学觉得 我讲得太快 或者是讲得太难 或者是讲得 听不懂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做一件事情 希望你们举手停止 让我知道你们哪里不太熟 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这里课 其实需要一些数学 需要一些物态物理的东西 所以我假设 我假设你们固态物理都上过 静态物理上过 工程数学不错 OK 所以数学不错 所以基本上 这是我基本上的假设 那如果说 你们有一点那个 觉得有一点点 我讲得比较难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有同学跟我反应说 老师你讲得太难了 那没有关系 我会从基本的 让我知道 我会从基本的 那你跟我说 比较难 但其实不会不好意思的 因为我跟你们说 没有笨的问题 只有笨的答案 OK 所以你们问题出来都是好问题 好不好 所以我在这边做了两次复列转换 这是一个完美透镜 做两次复列转换 那如果一般透镜都不是完美 那透镜通常有几个相差 有三个重要的相差 那这个相差如何影响我们的原子分辨率 那这个在我们第七章 我们有复列光学 我们会解释 OK 好吗 好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这一个呢 这个呢基本上是 这个基本上是 不同原子 那我只画一半 我就只画一半 什么叫一半呢 是这个的一半 我只画这一半 我刚刚只画这一半 OK 那我画不同原子 未能的复列转换 但是只有一半 因为为什么 另外这一边 这个轴 这一边怎么样 这个是倒空间的轴 那这一边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一样的 跟这个一样的 你们看 所以呢 这一边这个其实是一个高斯函数 高斯函数 那你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 这个还是一样 就是我的入射光 绕射光 那这是我的H KH 那这个是入射 然后这个偏折的 那这个是我的未能 未能的复列转 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 那这个呢 你把它复列转换之后呢 这个呢 FEL跟Z有关 跟它的原子序有关 那这一项是电子云的复列转换 电子云的复列转换 我给它写成Fx Fx是什么 是atomic scattering factor for x-ray 这个是atomic scattering factor for electron 那x-ray你知道 它只有跟我的电子云作用 所以这一项基本上大概是会是这一项的 1000倍到1万倍左右 就是电子跟物质的作用比较强 比较强 讯号比较强 这个是常数 这是2πH平方普朗克常数 这是我的permittivity 真空的permittivity这个常数 这个电子质量 电荷 这个H你知道这个轴 这个轴其实是我的道空间的轴H 那它跟什么角度有关呢 它跟这个θ有关 那基本上是2分之1sinθ除以让弹 那前面我们也看过 这个θ通常大概是一度以内 那一度以内 这个θ基本上是什么 sin2分之θ基本上是什么 对不起这个θ是这个角 对这个角 那2分之θ呢 这个是这个角 2分之θ就是讲这个半角 这个一半的角 那2分之θ sin2分之θ基本上就是 很近似于2分之θ 所以2和2消掉 变成θ除以让弹 就是我的道空间的向量 所以我在讲道空间的向量 跟讲绕色角 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这个轴呢 所以这个轴 回去 所以这个轴是不是也是角度的轴 是不是也是角度的轴 那这是穿透光 这是绕色光 这是不同角度 知道吗 这是不同角度的强度 不同角度的强度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的 这是我的绕色平面 这是我们的绕色的强度 在这里头 Deflection Pattern OK 这是你x光侦测到的Deflection Pattern 也跟什么 这个在Deflect他们叫2θ 知道吗 这叫2θ轴 知道我意思吗 你的x光绕色 你的x光的那个Deflectometer 你是 你的侦测器是沿着这个2θ在跑 OK 所以这个是角度的轴 也是什么 道空间的轴 H 好不好 所以我在讲H呢 我在讲H呢 跟 我在讲H跟θ四方是一样的 OK 一样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负力项量 知道我意思没 道空间项量负力项量 是同样的东西 好不好 还有一个 这个又是可以称为 频率项量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你们要是知道 你们要是知道这个 负力的转换 你要是知道负力的转换 负力转换 这个有个负力函数 我要是有个负力函数在这里 f of x V呢 Vr呢 现在是一颗原子 要是我 我有一个周期性的原子 对晶体来讲 我这个Vr会是周期性的原子 周期性的原子 我这里有个函数的负力转换 那我要是有周期性的原子呢 这个是叫什么 周期 晶体空间又叫周期空间 对不对 晶体我在讲周期嘛 对不对 我每个周期应该是它经格常数 对不对 周期 那周期的负力转换呢 叫频率 知道我意思吗 周期它在倒空间就叫频率 OK 频率空间 周期 那频率空间 你们去那个 去欢迎一下那个物理数学 或者是工程数学 负力的空间跟实空间 因为对电子绕色或x光绕色 用什么观念用最多 负力转换 因为我的样品空间跟我的绕色空间 其实就是互为负力转换的关系 所以你们要学晶体绕色 不管用x光的中子的或者是电子绕色 最好把负力分析那一部分搞清楚 OK搞清楚 尤其我们在讨论原子影像的时候 用到负力光学 你要把负力转换那个东西搞清楚就好 OK 好不好 所以负力转换在我们这一门课里头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 如果说有同学对负力的变化 不熟的回去去读一下 稍微看一下 好 所以这个又叫周期空间 待会我们会看 我要是有周期性的原子 周期性的原子 那我负力转换之后 我在这里会是变成频率空间 所以这个也是代表什么 代表频率 知道我意思吗 代表频率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在这一边呢 这个你可以看出来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Decate的一个函数 那你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你把这个H呢 H用这个东西带进来 带进来以后这个就是H 浪档看到没有 你把这个H在分抹 然后就变成浪档除以这个东西 那8π这个 还是这个 那你把它画出来 对H画图 对H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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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变成是这样 你可以看出来一个 可以看出来一个 来 我问你们 你们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来 是什么单位 FEL是什么单位 或者是那个Fx是什么单位 这个 你们学过X光绕色没 修过X光绕色的 来举手看看 X光绕色 没有 X光绕色跟电子绕色 这是材料分析 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牵涉到晶体结构分析 对材料 对学材料的人 要懂的 要懂的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 两个最基本材料分析 对 来 跟你们说 这个单位是什么 这个描述什么 我原子对电子的散射能力 这个是描述我原子对 X光的散射能力 来我问你们 它的单位是什么 我们让你们选择 不要太难 选择体 能量交额 交额 第二个 功率 瓦 几瓦几瓦 OK 第三个 是速度 第二个是速度 第四个是长度 来 能量的举手来 原子对电子的散射能力 单位 能量的举手来 没有人 那我们从后面选择 从后面 长度的举手 OK 那举一半的是什么 OK 长度 好 速度的举手 OK 速度 好 功率的举手 其他也没有意见 其他也没有意见 好 来 在这里 长度 那长度 你画简看看 它的单位是长度 答案公布在这里 要是你们有读的话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 这里有几个重点 它会下降随着角度 越高角度 它散射能力越差 OK 它有一个就是 我散射角度 我这个原子在这里 那我对电子的散射能力 是什么 越高角度 越差 OK 越弱 好不好 我散射 散射的强度 intensity 散射强度 intensity 这是一个 真测器 detector在这里 好 第二个 我原子越重的 这个原子序越大的Z Z越大的 我的散射强度越强 OK 散射强度越强 这个第二个 这个FEL increases 而是increasing这个Z 波长越小的 这个 我换成波长 波长越小的表示什么 波长越小表示我的电子能量比较大 比较小 比较大 越高能的 越加高速电压的 100kV跟200kV 200kV的散射能力越什么 越弱 为什么 我能量太高了 几乎都穿透过去了 我的样品对我来讲像什么 这原子对我来讲像透明 它几乎穿透的多 散射的少 知道吗 OK 所以这几个重点 你们把它给记下来一下 基本上都从这个公式来的 你的角度越高 角度越大 角度越大 Sine函数是递增函数 角度越大 这一项越大 所以我这个会越递减 原子序越大 我这个散射能力越强 波长越大 波长越大 我的散射能力越大 OK 散射能力越大 散射能力越大 还是这样 波长越短 就是越高压 我的散射能力越小 大家把这几个重点 记起来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好 为什么现在散射能力越大或越小 它会比较一个路影反向 越什么 越大或越小 越大或越小 就是你的强度 比如说 我在这边曝光一秒钟 一秒钟 我有原子序比较弱的 我的强度会比较淡 比较暗 我要是比如说 我这边有一个 我这边有一个弱的 就是原子序比较小的原子 跟一个原子序比较大的原子 我曝光一秒钟 它的绕色图形是 原子序比较小的比较暗 那原子序比较大的 它会比较强 知道我意思吗 就这样子 好吗 散射能力 就是我的绕色强度 那同样的 就是说 我在这边有一个 原子序比较重的 也原子序比较小的 我在影像平面 所以你回到影像平面 我这里要是有一个 原子序比较大的比较小 所以我这里会呈现两个高斯函数 知道我意思吗 我要呈现两个高斯函数 这两个高斯函数 我原子序比较大的 它会比较亮 原子序比较小的会比较暗 所以你可以判别是什么原子 知道我意思吗 要是它们够远的话 它这两个不干涉 你可以判别说 这个是什么原子 这是什么原子 可以从亮度去 identify是什么原子 和什么原子 这是一个材料科学家最想要的 材料科学家想要的是 想要知道什么 第一个我原子在哪里 我是什么种类的原子 这叫什么 结构分析 对不对 你要是知道原子在哪里 三维的原子在哪里 跟什么原子 基本上你解决材料科学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 你可以带进去电脑去算 它的物理化学性质 你都可以算出来了 今天的问题是说 我根本不晓得原子在哪里 我也不晓得它种类在哪里 知道我意思吗 OK 大概是这样 好